日本东京银座有多繁华 为什么叫银座 大家好 我是西西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亚洲最贵的地方 日本东京银座 银座是日本东京中央区的 一个重要的商业区 象征着日本的繁荣 以高级购物商店而主名 银座有着林林总总的老铺百货商店 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地球上 所有顶级奢侈品牌子的店面 很多都是直营旗舰店 银座分为银座一丁面 至银座八丁面 至七世纪初业 这里开设了第一家店 随后在新桥与京桥两桥之间 形成了繁盛的商业区 同时东京的银座 与巴黎的相设理舍大道 和纽约的第五大道 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 是日本人本土 和世界各地游客的到访人气景点 也拥有从江户时代 一脉传承的很多历史名店 今天这个视频 我不但给大家讲解银座 还有彩蛋哦 一定要看到最后 有彩蛋送给大家 银座这个地方 包含的范围其实很大 如果是第一次来银座 有一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 那就是从新桥站 到银座的八丁木 在到达银座的一丁木的 中央大道 这条主街中 与那些知名的顶级奢侈品品牌 并列的是东京的标志性商店 三月百货 松屋百货 何光百货 松板屋百货 Medusa 春天百货银座店 等多家百货公司 高级品牌专卖店 如爱马仕 古吉 Celine 卡迪亚 Tifan 所有的顶级设置品品牌 都能在这里找到 应有尽有 银座两侧 人性道路困阔 而且主要道路在中午 会被封闭 今天和节假日 禁止任何车辆通行 方便大家购物逛街 更安全 故有步行者天堂之称 许多商店 橱窗里精致的沉溺 体现了典型的日本文化特色 银座不仅仅是购物中心 还汇催了各类经典美食 高级一种汇等等 政客们则常常到料亭 来显示自己的气盘 通过传统方式 联络感情 建立捧党 决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负责那句 料亭政治 辖光外交的老话 日本最漂亮 最贵 最优雅的 陪酒小姐姐们 是日本男人 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 出任CEO 走上人生巅峰之后 一定要去银座 会晤的小姐姐们 最腐败的权力拥有者 国会议员等等 也是银座 各类高级夜总会的座上宾 有一个问题 放在中国 恐怕很难统一答案 但是 在日本男人面前 真相只有一个 去银座 原因很简单 一流的男人 都在银座 如果对日本夜总会的各种现象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打一留言给我 人多 我会特意做一期节目 给大家分享 日本夜晚的景象 则别有一分情绪 下午四五点钟 银座街边滑灯齐放 商店纷纷关门 在五颜六色的灯的海洋里 银座 好似天上的银河 这时 酒吧夜总会 都会显示出 它独特的魅力 晚上九点左右 是酒吧和夜总会 开始营业的时间 上五彩缤纷的 霓虹灯 和荧光灯 将银座 淹没在 炫目的光影里 给这个灰色的城市 添加了不少活力 如今 银座早已成为 日本东京 最繁华 最著名的大街 而且它 不但是日本商界的圣地 也是融入了 各国文化的大花园 被称为东京的心脏 号称 是亚洲最昂贵的地方 旧时代风貌 和二十世纪的繁华 均被银座大街 这面哈哈镜 夸张地折射了出来 如果你有幸 信不在银座的大街上 你一定会被 大街两旁的 各类高楼大厦 千奇百怪的 广告牌所吸引 银座商业区 拥有两千多家饭店 一千六百多家酒吧 集业总会 三十余家剧院 及一百余处画廊 就连日本 最大的报馆 独买新闻 朝日新闻等等 也都在这里 争得一席之地 为这条珠光宝起的大街 染上了几里 书生之气 银座 为什么叫银座呢 下面我来给大家 简单的讲讲 古代 相传 银座一带十一片汪洋 四百年前 德川家康 填海造田 后经几个世纪的演变发展 银座的名称 源自江户时代初期 1612年 银币筑造所 由郡府 今天的竞纲市 掀制江户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银座 因此 被命名为银座 江户幕府 直辖的银币制造发行所 后来 外国人开始通过银座 大量涌入日本 他们在银座定军 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 咖啡馆 西式酒吧 蒸汽语 基督教会 画廊 纷纷在银座涌现 日本人第一次在银座吃到了冰激凌 第一次看见了电灯 也是从银座 日本人接触到了西方的学术 从此银座成了日本通向世界各地的门户 到明治时代1872年 银座一带发生火灾 灾后建成了不少二至三层 以砖砌砌成的建筑物 并设置煤气鼓灯 成为当时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街道 银座即是是东京北面从京桥 到南边新桥之间的一条 长1100米 宽700米的大街 和他把从伊丽木到巴丁木之间的地区 紧紧联系起来 形成了所谓的银座巴丁 现在的东京 人口已达到1300多万 是亚洲第一大城市 世界第二大城市 也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都市圈 繁华 高校 人口众多 都把东京与现代化连在一起 而日本又是一个首传统 重礼仪的国家 古朴的民情 在现代化的祭拜下 显示出了特有的情致 东京的银座 恰恰体现出了古朴与华丽 传统以现在的有机结合 为他宣布彩蛋 每个月初 去爱马仕大楼 有可能 买到你心仪的爱马仕包包哦